最大发现,秦穆公如何用五张羊皮,把一代名像百里希换回来的。 秦穆公继位后开始广招贤财弹土生土长的秦国人并不多,真正的人才都在,东方都在中原各国,为了把外国的人才招进来,秦穆公就搞了个史无前例的客卿制度, 专门把外国的人才养在自己家里,而且待遇非常好,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不管你是什么出身,只要你有才,只要你能出谋划策就算你穿得像路边的,犀利哥,都没关系。 来来来都到寡人碗里来春秋无霸,在我们秦国不会搞走后门那一套品,你的才华我们按规矩办事,也不会搞内斗,不怕有才不能施展现在寡人, 就敞开了大门欢迎各路身怀抱负的人才加入,如果当时各国联合发行日报,秦穆公招揽人才的事迹,绝对能上头版头条,想发财就到西部快到寡人碗里来。 估计不少热血骚年会心动,不过秦穆公为啥不用本国的人才呢? 其实原因也,不难猜想重用本国的贵族,容易造成贵族的势力壮大,身为国君反倒会为他们牵着鼻子走秦穆公求贤,所以秦穆公宁可重用。 外来的克勤爱人权力在打,也只限于一个人不可能像豪门大多那样割据地盘建立自己的势力威胁他的位子。 为了拉拢到外国的人才秦穆公,可谓煞费苦心,到处派人打听若是那个时代有网络,电话,传单估计满大街铺天盖地的都是秦穆公的招人广告。 在公元前655年1个天赐良机降临的渔国费敬国命了大夫白里希,差点被当作奴隶送给秦国,中途不甘受辱逃跑了辗转流落之下,居然被楚国的楚城王抓去放牛。 白里希画像白里希,可是当时的跨世奇才,这楚城王也太美眼力了,简直是暴帖,千五秦穆公又心痛又着急,无论如何,得赶快,把白里希招,近来本来他想用重,金珠宝直接去楚国赎人。 他儿子公子之就提醒说,老爸啊,你让人带这么多金银珠宝,去赎人,太高调了那不等于告诉楚国的打,王白里希很值钱吗? 楚城王,要是知道白里希用处大,肯定舍不得放任不如这样,我们就用奴隶的价格把它换回来就说她是夫人。 那奴隶竟然在路上跑了搞得夫人很没面子,现在我们为了平息夫人的怒火,不得不用五张羊皮把它赎回来,总之要说得很委屈,很迫不得已这样处,城王肯定能理解也不会怀疑我们,无良喜欢白里希,秦穆公一听,有道理就照办了。